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几个小时之前,有朋友在Facebook上给我留言 涛哥,习近平又说开工没有回头见了 那我不知道在一个什么氛围 那可能就是大家看新闻联播啊 或者什么地方看到 开工没有回头见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 基本上我们一路走过来 就是这么跟大家讲的 跟大家这么说的 那马上应该说现在正在开北的核会议 非常有趣的是 大家还记得三月底的时候 那郭文贵出了事情之后 把王岐山和胡舒立给饶进去了 然后相当形容上说 叫相当狗血的做法之后 立刻死静死静两个月 四月份五月份 那个时候讲的最多的一句话 反腐终止了 讲的最多的一句话 反腐终止了 那所有谈到反腐终止了 这样的说法 你往前追 就是那么一两家中文媒体 一直说有内线的 中文媒体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基本上就是对这种说法 不屑一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我们也提到 今天如果你是一个无神论者 在党的教育熏陶之下 在反党的过程中 我只能这么说 在反党的过程中 却用党的方式 党灌输你头脑当中的观念的概念 去反他 去评论他 我个人讲过 我说你今天一定看不懂 而在你的心目中 你即刻透显出 共产党是打不倒的 有些人所谓的那一下的 说来说去的一大堆 他就是在保着中共 他保着江泽民 就是保着中共 他话里话外 最后三绕两绕 一定绕的呢 你查一查 从四月份到五月份 是什么人 什么样的媒体 什么样的杂志 喧嚣说反腐终止了 打不下去了 那老干部不干了 要把习近平杀了 玩了 坑了 砸了 煮了 好 各种说法到处都 你往前追 你就追到那一两家媒体 结果我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讲过 我说时间是个神 六月十号 六一零应对的这个日子 六月十号一过去 六月十一号 周永康卡 卡了 六月十二号 股票创新高 即刻一路走下来 那抱着老江不放的人 以股市作为最后绝杀的战场 调起整个社会事端 跟今天主政的人死磕 你看到 在北戴河会议之前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当中说的 第一条内容就是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是一个自然的问题 它是江泽民整个派系当中端的屎盆子给了习近平 今天的经济问题不是这盆屎本身 是整个江家帮要把这盆屎从习近平的手里头打翻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我们从来没用过 中新网出了一篇文章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三十八天打了九只老虎 盘点中纪为打虎最密集的一个月 这里提到的就是最新下来的吉林省副生长谷春丽 那我们知道什么体育总级的什么排球训练中心的人也下来 是现在下来 他讲说 此外还包括环保部的原副部长张立军 周本顺最高法院副院长西小明 那西小明还有别的故事 西藏人大常委副主任乐大克 那体育总局的副局长萧天 内蒙的赵立平 以及郭伯雄和武警交通指挥的原政委王信 这是他列出来的 其实里面还有一个人很关键 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 新疆的公安厅的副厅长 那这些人 你记住这里面有新疆的 有西藏的 有内蒙的 你还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 中共统战系统大概革 统战系统大概革 否定了统战系统过去的工作 直接矛头冲向了国安 统战跟国安是一体的 是一体的 那所以这里再看到你包括 勒达克是原来国安的 周本顺是原来政法委体系当中的 那最高法院副院长 是原来政法委体系的 我跟大家讲过 我说把政法委楼空了 就全完了 当有一天宣布政法委结束 那就全没了 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时间的概念 这个清楚的时间的概念 表示着今天主政的人 有他自己的说法 那结果昨天呢 同样在昨天 美国之音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郭步雄之后 习大大再无大老虎可打 各位其主啊 明镜集团的总裁和平认为 未来再打下大老虎的可能性 已经基本不存在 是他否定的 他说只有政治局常委一级的高官 才算得上老虎 真正的老虎不打下去 拿下几个省委书记或者部长 我看大家都没有什么热情了 那到底是打是不打 我没听懂 当然这是美国之音 这个人家是节选他的主要的观点了 那只有政治局常委一级高官 才算得上是老虎 那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讲清楚了 周永康是只死老虎 已经死了 打他 踩着他 打曾庆红 江泽民 那张立凡也表示说 打虎可能很难再有新的突破 他说如果把前任总书记都拿下来的话 这可能就意味着体制的分裂 这句话说的很到位 意味着体制的分裂 现在无论打老虎也好 党内斗争也好 有一个基本盘是要保的 这个盘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地位 你为什么认为中国共产党要万岁呢 现在两口的结婚都是二心眼 老婆生孩子都不知道是谁的 那你为什么偏偏认为共产党一定会万岁呢 他就没有二心呢 人怎么就这么一根筋呢 还真急的 他说一旦出现 使中共发生失去政权的这种程度的震荡 我觉得是无法承受的 那只能说是张先生无法承受了 2016年1月1号 上次国家主席下制公务员要向宪法宣誓 在宣誓词当中 主席不向中国共产党宣誓 但这个政权 这个政体是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的 我问你这意味着什么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一直分析的 就是说有些朋友是很好的朋友 有些人心怀鬼胎 有些朋友很好的朋友 但是呢 确实在我的眼睛里认为 失去了传统的信仰的概念 无意中把共产党说成万岁了 那我们就说一下 刚才提到这样的不同的看法 对吧 所以在我的眼睛里是 整个原来江家体系的人马 从上至下 以党作为借口 从上至下烂透了 最高法院员副院长西小明的 妻子儿子都被带走 家中超出了三亿现金 围绕着西小明 昨天在微博上 在今天的中共官场的最上层 人人如此 人人如此 好 里面提到他的总资产 大概有15亿 北京 武汉 太原 苏州 大连 都有他的公寓和别墅 有16幅 齐白石 徐悲鸿的画 那有12本存折 还有外币等等 三本港澳通行证 最高法院副院长 随时准备跑 狡兔三哭 随时有人要他的命 这位院长出事 带出了最高法院院长的某些故事 王胜尊原最高法院院长 已经向中纪委自首 自首据说 交了六栋房子 有钱 有手表 有金币 有其他的财物 那这个自首的说法 在不同的渠道当中我们看到 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人 都是周永康之下 曾庆红之下 在各方雄霸一方 雄霸一个部门的实力人物 真正的实力人物 那实力人物就可以欺上瞒下 是这道理 砍掉实力人物 这个过程 是抓着江泽民 曾庆红 也就是这些实力人物的 精神的依托 砍杀了实力派人物 反过来 再会宁死他们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 因为有人说 反腐不会再继续下去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